好 來 觀眾朋友 我們首先來看看 到底是不是 韓國瑜非常的關心楊慧如 的確 因為現在他不見了 楊慧如應該怎麼樣 是不是應該趕快 轉為污點證人 告訴大家真相 因為你要知道 一定要有楊慧如 才比較容易追真相 楊慧如應該是知道 最多的那個人 現在大家都要看 楊慧如的門神是誰 到底是不是可能 跟立法院長蘇嘉全有關 有所謂院長級的人物 不再撐腰 這不是大家都有聽到過嗎 那今天這個韓國瑜 也已經告訴大家了 所以請楊慧如 趕快出來轉為污點證人 擔心他的安全 不知道楊慧如的安全 有沒有問題 而且楊慧如應該要告訴大家 是誰在養他 誰在用納稅人的錢 在養網軍 好 我們看到這邊 趕快我們先來看一下 在韓國瑜他的說法 為了讓全台灣人民的 心中的疑慮 能夠解放出來 讓全台灣人民一律 能夠放下來 其實真的勇敢的出來做污點證人 網路帶風向 用納稅人的錢 楊慧如去養網軍 誰來養楊慧如 如果他勇敢的出來做污點證人 我相信台灣人民一來了解真相 二來年輕人曾經犯過錯誤 也來得及回頭 我再一次呼籲楊慧如小姐 勇敢的出來做污點證人 把所有的情況一五一十的告訴台灣人民同胞 韓國瑜現在很想看到楊慧如出來 可是民進黨的人恐怕很不想看到楊慧如 楊慧如 楊慧如 現在你看所有的人都在跟他什麼 都在跟他切割 從蔡總統的切割 從謝長廷的切割 再來看看這個卓榮泰 還有林非凡 甚至你看到 不要說是切割了 還可能要下重手 是不是乾脆就開除 跟這個民進黨的黨籍 那開除這個黨籍 就可以一刀切了嗎 我首先要請教一下民嫌 現在就說楊慧如可能要跑了 你們藍營這邊不是有所謂的情資 說已經聽說好像他有要跑了 而且是不是可能有民進黨的人 或者是綠營的人在暗住 千萬不能讓他跑 因為這樣子的話真相能大白嗎 楊慧如雖然去年9月 被有提告之後被起訴了 不過我現在真的擔心他的安危 所以剛剛 玉琴問我們說有沒有情資 確實有 包括我們幾個立法委員 還有包括我們幾個 從LINE我們臉書都有收到訊息說 楊慧如這幾天可能會消失 消失有兩種方式 消失是出國是一種消失 另外一種是 有沒有可能人間兼發了 消失跟被消失 真的被切割了 還有今天甚至有人跟我講 我們的傳道訊息 不曉得真的還假的 說在機場有看到楊慧如 長得很像楊慧如 當然他要出去 過海關一定都有檢查 有護照拿著出去 那是不是說真的 有從海關光明正大出去 畢竟他是被起訴是侮辱公署 那個罪沒有限制出境 所以他現在就算要出國的話 也可以 也沒有問題 那個罪很輕微 被起訴六個月以下 而且是可以醫科罰金 這麼多很輕 花一百塊而已 他真的要出去沒有任何問題 他如果真的出去了 為什麼 背後 他是一個肉粽而已 刮起來整刮的 像我們今天 我們今天早上在立法院 開了兩場記者會 包括我們跟許一仁委員 王一鳴是第一場 我們勾出來 我們這幾天勾兌資料 當然背後還有生喉嚨 在提供我們資料 因為有人看不下去 提供我們資料 這真的 我沒有洩密 找不出來生喉嚨是誰 可是有提供我們 第一個有所謂的閨蜜幫 就是說楊慧如的閨蜜幫 就張嘉玲 張嘉玲 所謂的張嘉玲 大家知道是誰嗎 蘇嘉全的辦公室主任 然後幫卡神楊慧如 就敲WTA網球賽 要有金貝 開了七場協調會 剛剛玉琦有講到 在立法院開的 楊慧如跟張嘉玲 這就閨蜜 在張嘉玲的臉書裡面 都找得到 兩個步動那麼好 你不在裡面 你不用仔細看 沒關係 你看這關係多好 張嘉玲的生日趴 卡神楊慧如就在這裡 這都很清楚 他原本人緣其實蠻好的 出現在蠻拖人的生日趴 關係很好 還有照片所有都有 就楊慧如還有跟張嘉玲 關係這麼好 所以一個閨蜜幫 幫楊慧如為事 張嘉玲簽上去是誰 叫蘇嘉全 蘇嘉全你有沒有講清楚 蘇嘉全等於是 張嘉玲的老闆了 是啊 然後你閨蜜幫 在剛剛卡神為事的時候 蘇嘉全你的角色是什麼 難怪說第二個 從卡神在東京的IP 然後現在連到立法院 有一個辦公室的IP在立法院 民黨除了切割之外還不夠 要審慎的處理楊慧如案 要怎麼處理 是不是真的要把它處理掉 我很擔心 所以我現在很擔心 楊慧如的安危 第一個 除非他真的出境了 潛逃出境 為什麼 所以拜託楊慧如 你就公開說明一下 你開個直播 讓人家知道說你還存在 你的安全沒有問題 否則我真的很擔心 民黨真的會有大動作 真的把楊慧如處理掉 這真的令人很擔心 我覺得楊慧如 我公開呼籲楊慧如 要不要向警政署 申請保護一下 否則真的安全 真的令人很擔心 所以我們在看電影 不可能的任務 阿湯哥有一個招牌的話 就是說 如果你暴露了身分 你出了事 組織將不會承認你 結果接下來就看到 阿湯哥四處跑路 因為各方人馬在追殺 現在組織好像看起來 怎麼現實跟電影有點像 我們現在韓明哥 現在組織已經不認你了 切割了 可是看起來 一張一張的突變出來了 楊慧如現在是不是 真的是有各方的壓力在追他 他也不敢出來 幫自己說說話也好 把事情釐清也好 他真的不能出來了 你是楊慧如 你這時候會出來講話嗎 絕對不會 因為我相信一定有人希望 他這時候不要出來講話 所以你說是不是有可能出國 當然有可能 我跟大家講一個事情 大概20年前 那時候也是一個民進黨的議員 提供資料給我 叫我去報台北市議會的一些弊案 然後報完之後 後來整個事情鬧得很大 事情鬧得很大之後 那個議員就很緊張了 那個議員就跟我講說 漢兵 我給你100萬 你先出國去度假一下好不好 100萬出國度假 然後我說我幹嘛 為什麼我要報一個新聞 為了這樣要跑路 我才不幹 所以我就沒有 所以你就知道 當遇到事情的時候 這樣操作其實是很正常的狀況 楊慧如當然他有沒有出去 我不知道 我覺得其實民進黨如果要致歉的話 可以告訴我們他到底現在人在哪裡 對 你可以告訴我們 畢竟他是你們黨員 至於說要黨紀處分 我個人是覺得很好笑 有點此地無銀三百兩 他犯了今天是什麼罪 一個五入公署 剛剛明顯已經講過了 最高行度不會超過六個月 就是全部都是可以一顆罰金的東西 所以一個可以一顆罰金的東西 因為你說你就要開除他黨籍的話 民進黨大概有一半以上的黨員 都要被開除黨籍 因為民進黨一大堆的 我跟你講 有的酒駕都比這個重很多 對不對 所以你到底用什麼理由 去開除他黨籍 我覺得很奇怪 所以這個完全不符合 任何比例原則 我也比你講 民進黨要跟楊慧如切割 基本上是很難 因為他跟民進黨實在太熟 而且他不是認得一天兩天而已 他是十幾年以來 一直都跟民進黨串在一塊 當然民進黨現在 也想做另外一個操作 什麼操作 就你看 當初派人去 帶他去見過馬英九 帶他去見過韓國瑜 但是我覺得差別在什麼地方 你知道 差別在馬英九跟韓國瑜 並沒有僱用他 人家根本沒有僱用他 他們只是碰過面而已 如果說碰過面 到有事的話 整個民進黨大概3分之2也有事 因為你們大概都見過楊慧如 對不對 楊慧如之前有一陣子 還是卡神的時候 還常常上節目 見過他有多倒楣 是這樣的意思嗎 認識楊慧如本來就沒什麼 我必須再次強調這件事情 重點是楊慧如做了什麼 今天民進黨 大概自己鏡頭也有數 就是楊慧如做的那些東西 是見不得人的事情 所以他們才要極力跟他切割 但是我必須講 你越切割 越突顯 這中間有很大的問題 蘇嘉全為什麼到現在 沒有辦法說明 他跟楊慧如之間到底什麼關係 我是在想不通 楊慧如如果照他們來講的話 他就是一個前客 就是一個愛賺錢的人 我想請教一下為什麼 管碧琳要去幫他喬事情 為什麼民進黨瀉系的 五名台北市議員要去幫他背書 為什麼立法院可以讓他 讓一個廠商進來開協調會 為什麼會有這樣 他的勢力難道真的大到這種地步嗎 你們不告訴我說 他只是一般普通人 只是一個公安公司 請教一下 他為什麼有這麼強的特權 他的特權到底是誰賦予他 到底你們是賣誰的面子 才必須要去幫助他了 誰在後面操縱了這些東西 我覺得這一切 都是有脈絡可循的 只是現在民進黨在緊急切割 希望大家不要去追查 這些事情而已 我真的很想知道 楊慧如過去到底接了誰的案子 幫誰辦過什麼事情 我們現在只有看到台面上 所以他接受了體育署的補助 台北市體育局的補助 但其他的 我們都知道有很多東西 公家單位可以用拐彎抹角的方式 用專案的方式 想辦法去補助你的公司 請問一下 楊慧如的公司到底接受多少補助 而且目前我們看到 只有一死這一家公司 楊慧如只有這家公司嗎 他到底有幾家公司 他有好幾家公司 每一家公司 他到底接了政府哪一些案子 或是有一些 不一定是接了政府的案子 而是接了國營事業的案子 或其他這些東西 我覺得這個脈絡接出來 因為有一些東西都是公開資訊 包括國營事業的東西 包括一些政府的標案 都是公開資訊 所以我希望國民黨 還有韓國瑜辦公室 這邊要繼續追查下去 因為重點 我覺得楊慧如 只是一個起點而已 重點是經由楊慧如們 過去這麼多年以來 民進黨到底操作了哪些東西 我覺得要一一曝光給大家看 大家才知道 這些惡劣的網軍 到底在中華民國 幹了哪一些事情 有些事情 總之 沒有